一辆名车大喇喇停在马路旁 也不管这里车来车往 还是路口机车停等区 只见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悠悠哉哉下了车 看看手上的东西就直接往一旁副产科进去 完全不顾其他用路人安全 有命中气不过 居然这样违规停车 马上打电话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寻找谁 违规停车 没想到后来竟演变成 抓到持有毒品的嫌犯 案件发生在17号晚上6点多 台北市中山区 当天33岁的蔡姓男子 特地从花莲开着名车 载老婆到台北产检 没有想到因为自己贪图方便 违规停车遭人检举 由于违庭的路口 严重影响车辆通行 远警打电话找车主 蔡姓驾驶匆匆忙忙 从妇产科跑出来 但他身上飘出毒品味道 经过警方询问后同意盘查 没想到就在车内找到 吸食工具 离谱男子明明载着老婆产检 一次趁着空档吸食KM 原本妻子还想开心 分享宝宝情况 却看到老公设犯毒品案 被警察带走 瞬间变脸气炸了 警方依法开单 B13及毒品进行裁罚 TV新闻中的荣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城市场